海拔5500米的古利亚冰川科考大本营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我们的航拍画面 这两天最主要的一个任务 或者说最艰苦的一个事就是运送物资 现在我们的直播镜头 你能够看见在冰茂上有科学家的活动 整个它的坡度应该是在 最平缓的地方也是在40度以上 最陡的地方将近70-80度 将近一个悬崖峭壁 我们这两天记录了一个真实的画面 就是运送最大件雪地摩托的这么一个画面 这个科学家先是在找到的一个支撑点 然后固定下来 采取这种力学上面比较简单的 这种定滑轮的这么一种 传送的这么一种方式 下面有人拉 中间有人抬的这么一种方式 把这个雪地摩托运上去 雪地摩托350公斤一辆 要拉下去的话费极大的力气 因为上去以后 到这个赚取冰心点 还有十多公里的路程 那么不可能靠人为抬这些物资 冰冒着这么一个顶端 这也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 体力和意志的这么一个活动 条件非常的艰苦 大家看这个画面 像是一个冰冻的星球 那个地方即便是一天当中海拔 而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中午 它的温度也不会超过零下十度 而且